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开货车过关的嘛 天天都做事 你也知道的 爹爹 二十四小时通关之后 他就没那么方便了 应该方便一点吧 是 二十四小时通关之后 他随时都可以回家嘛 那就没那么方便去滚了 不是吓你 昨晚新闻之日报而已 说很多人上大陆滚 惹了什么椰菜花 我老公哪去滚的 滚不滚要他自己才知道 你说吧 惹着椰菜花的虽然烦点都可以 你说万一惹了我… 天天真热了我进去烫冷气 说我的衣服骚髒 只骚髒你的嘴巴 蓝胶染外汁 两成内地中椒 妈妈, 说什么? 昨天那张报纸 妈妈, 这个有矿海丝病的 对不起 把把劍倒回来 往左手 把手终出来上左脚 再上右脚, 反手 起身 好, 今天到此为止 有什么问题问我 是 你怎么做的 不是想问的 是不能替你做什么 你怎么做擅茶 知不知道為何張太太這麼久沒來 好像說她不舒服 當然不舒服, 她有愛滋 是呀 她有機器嗎? 女人和女人好像不算是機器 不是吧?張太太這麼老實 你真好笑, 難道老實就不可以有愛滋嗎 所以說, 愛滋病毒是沒眼的 或者你三精九年, 從一而終 一樣會感受到的 是呀, 是呀 不怕告訴你們了 甚麼?張太太的病, 她老公聰明 所以說, 如果懷疑她老公有愛滋 多大也要她帶一袋 大安全套?這麼難看, 怎麼開口 是呀, 怎麼開口 說這些話, 很容易 我初期不嫁人, 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呀, 什麼事 不用煩呀, 開口 開口 中國外資病感染的人數 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長 感染者已經由引君子 和濫交的高危行為人士 擴展到社會各階層 如果再不防止的話 恐怕很快就會報非洲的後塵 聯合國報告估計 在非洲一些國家裡面 每四個人就有一個感染外資病 不少只有單一性伴侶的婦女 是跟丈夫性行為的時候傳染到 而南非孕婦的外資病感染率 也高得驚人 當務之急是教育婦女使用安全性行為 但是非洲婦女地位低 很難要求丈夫只用安全肚 現在是病人嗎?你沒有吃病人丸嗎? 人家說用肚子乾淨一點 還可以預防性病嘛 你瘋了, 你相信我不會過嗎? 安全性是現在流行的嘛 你真的沒有流行, 你流行我不流行 那你現在用不用? 不用 爸爸, 爸爸 使用安全套其實是保護自己 和伴侶的一種行為 當你跟丈夫說的時候 就不用這麼緊張或口罩 否則反而會有反效果的 其實安全套的功能有很多種 第一, 她除了可以預防愛滋病毒 和性病感染之外 更加可以減少婦女 因為感染而引致的婦科病 她們有很多理由 又說沒有感覺, 又說不舒服 是呀 如果有女人安全套的話 不用威男人用了 有呀, 不過男人不是一樣 說沒有感覺嗎? 是呀 對, 這些其實都是觀念上的問題 當然如果香港社會發展到一天 使用安全套變成性生活中的必需品 甚至一種習慣的時候 即是每一次性交都一定要用安全套 問題就會減少一些 但是用了的而且會減少一點的感覺 我老公一定不喜歡的 其實這些可以告訴她 都是心理作用 事實上很多男士用安全套的經驗 都覺得沒什麼障礙 也不一定一定會減低的樂趣 反而會增加 為什麼呢? 因為市面上現在 都出了很多種不同類型的安全套 這個我們打開了給你看 亦有些不同的包裝 會給大家很多選擇 你們可以傳來看一看 這些不同類型的安全套 其實都可以令夫婦 在性愛生活中有更多的選擇 變成他們可以更多的變化 真的? 老公, 不如今晚用安全套吧 有什麼好用呢? 你不是男人你不知道的 用了沒有感覺的 我一會兒弄得這麼弄 你還沒睡 你也傻的 人家說用安全套也可以很有感覺的 你看看, 有多少款式 還可以增加情趣, 你選吧 為什麼你會懂這麼多東西 你做過什麼呢? 不要… 不要… 不… 不肯 不肯… 叮叮叮叮叮 媽媽, 爸爸回來了 還是不肯的了 先生, 回來了 又中了, 吃蛋了 回來了? 是嗎? 你走…你走…你走… 坐在這裡, 你走… 轉你… 媽媽… 已經開了飯了, 還不吃? 好…開飯了… 好, 神奇見飯煲 老公, 你洗澡嗎? 你洗完澡會不會想… 想呀… 吃點東西你不想嗎? 好, 那你洗吧, 慢慢洗吧 全身汗當然要洗澡了 整晚都神神化 老婆, 有些好東西給你看 有什麼好東西給我看? 安全套, 你看, 五顏六色 有不同的質地, 每一種都不同的感覺 這隻更神奇, 有香味的 有香蕉味, 有蘋果味, 有士多啤 你在外面弄了什麼? 怎麼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想到哪裡? 老李介紹我用的嘛 說你古老石生的, 接受不了新的東西 好, 真好 近來我們接觸到 感染到愛滋病的女性是多了的數字 她們感染愛滋病通常… 其實大部分都是從性伴侶感染的 甚至大部分都是從單一的性伴侶感染 譬如她丈夫曾經出去 她在其他地方和其他人有性行為 而感染了愛滋病在她們身上 然後她回到家, 又再和妻子有性行為 很明顯那些是不安全的性行為 譬如沒有用安全套的 婦女當她突然間發現自己有愛滋病的時候 通常的感覺都是會很憤怒, 很生氣 覺得很不值 那個不值的感覺可能就是來自 她覺得自己這麼從一意中對丈夫 她沒有其他性伴侶 對她們來說是一個雙重的打擊 這個雙重打擊的意思就是 第一, 她要接受自己感染了一個 暫時未有得醫 以及是社會不接受的病 第二, 她要接受 丈夫曾經對她不忠 如果她們有子女的 她們醫生或護士都會建議 她叫那些子女去驗血 其實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感染了子女 這是她們很擔心的 其實從這些經驗 我們發覺我們做個月工作 可以再多點提醒婦女 特別是一些未受感染的婦女 讓她們知道愛滋病不是與她們無關的 就算她們只有一個單一性本女 也有機會感染 譬如她們可以從知識入手 了解多些什麼叫愛滋病 她們可以去婦女中心 又或者多用社區的資源去了解 比較十年前來說 現在的男士感染到性病 其實絕大部分 都是有外地感染到性病的 在不知情之下 如果那些女士會感染到愛滋病 其中一個問題 她們就是會有機會感染到她們的下一代 如果媽媽是不知情 而生了一個嬰兒的話 嬰兒極有可能 高達四至五成的機會感染到愛滋病 但如果她能夠在懷孕期間 已經檢查到她們的愛滋病感染 而得到適當的治療的話 她的下一代感染的機率 她們可以大大降低 降低到一成 甚至乎以下 大家知道什麼叫一夜情嗎 大家知道什麼叫一夜情嗎 是什麼來的 不會再見 搞定一萬就算了 搞定一萬就算了 很短時間裡面 發生了感情 以及發生了一個性關係 有些可能她們根本不認識 或者當晚才認識 當時是很有感情的 但之後就沒問題了 這個也會叫一夜情 性行為是不能在公開場合做的 所以我們把所有發生的事 透過握手就發生了 是否很痛 是 完成了一次一夜情 我們快完成了十次一夜情 這個新聞報道呢 我們發現了一個愛滋病大滾者 對, 那個片段是Kill的 那個片段是Kill的 麻煩你走出來 你先站起來 如果當自己真的有厭相的話 就會很慘 你會替自己跟自己騙過手那些 有一次夜情的那些人替她們難過 我想問問誰跟Kill的朋友 發生過一夜情的 請你站起來… 由於愛滋病, 會不斷傳染的 我現在傳染到S朋友這裡 S朋友, 我想問問誰跟S朋友 發生過一夜情的 請你站起來 S… 真的站起來 大部分朋友都站起來 不過還有些人沒事 不用怕, 他也簽了十個名字 就是說你一有參與一個遊戲 你都會中的 誰跟AA朋友發生過一夜情的 請你站起來 糟了, 怎麼會有名字 我還在找你 我找你 我喜歡選一些英俊的 好, 我們可以坐在一起 你連我都會把我打碎 對, 就是… 早知道不做… 早知道… 原來做完後果這麼大 不安全的性行為 包括了性腦膠 還有… 我用到安全套 傳染胃性胃胃, 都會是最主要傳染愛滋病的途徑 就像Mary? 對, 是Mary Mary剛才說, 我專門選一些帥哥 帥哥的那些… 一定有事不到 不是, 她說不知道她有沒有事 其實愛滋病帶菌者和普通人沒有分別 只不過她有個病毒在她身上 可能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又或者她知道了 但她仍然可以逛街看電影吃飯 甚至發生一夜情, 攬家 她生活仍然可以繼續 她完全不知道 但她有能力把這個病傳染給別人 我問你了 我發言很容易 學長, 早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各位, 老大 好… 請你走 不是你們遲, 是我們兩個組 有什麼兩回事?是市校長等的 不要放我上桌子 我絕對不怕, 水鋪不來 說到玩, 一吹雞就出來了 有什麼你叫水鋪當然是滾滾滾滾 這樣才行 但是這個是新人 讓我介紹… 這個是阿祖 你聽我說得多, 滾滾滾滾滾 我想問校長, 你會不會收起這些新口產 校長, 我第一次上去玩 希望你要整齊整齊 對了, 校長很少你這種格格人士 事實如此開放 校長這個名字得來不易 她在內地認識的小姐 多得好像幾家女子中學那麼多 你又說了這些壞事, 都是民主的小姐 阿祖, 我告訴你 出來玩, 最重要是去盡力 不要勒勒勒勒勒, 阿祖 不過會不會很容易就中招呢 就讓我這個專教公共關係人才 又解答你這麼膚淺的問題 最初上的工作當然有點不習慣 那就打回安全度來增加信心 若然你還沒消除這個心理障礙的話 那就打麻將了, 不過我遲些 打麻將? 在物理學上來說 兩個肚子一起用而互相摩擦 是很容易穿的 千萬不要聽人家說, 還有… 小姐… 不如說說你的名字 怎麼驚天地一鬼神 什麼浪漫使命給小人聽 我一隻沒了腳的腳 我四處飄蕩去找神 不是我吹水 只要我, 立一立 掃一掃就知道誰有病 誰是好東西的 過了…待穩 正所謂眉絲細眼, 穩飾就沒有偷懶 白白正正, 沒性病 大安全透, 當然是玩思考 愛絲病和很多性病都是沒樣子看的 只是一樣可以白白正正的 和眼睛的大小更加沒有關係 Joe 話說回來 你這麼驚青兼藤雞的心理數字 我初出道的時候都有 不過經過時間的飛勢 一些磨練 我已經拋開這種心理包袱 生活得多麼愉快 對, 放棄 這些東西怎麼會這麼容易中招 真是 不會這麼容易中招 就是有機會中招 這樣中招就無謂了 Joe 你還想甚麼 人不風流枉少年 發作無時, 真可憐 發作無時, 真可憐 K.O.是甚麼意思呢 誰叫自己停鎖匙呢 我的, K.O.我姓高的 Joe高 有時候情到農事的事 可能會反轉 三轉制 心聲… 不要問是不是我 時下青年很多人都是這樣 因為… 驗了我接病怎麼辦 可以怎麼辦 可以怎麼辦 有的吧 可以怎麼辦 如果真的 沒辦法 你當然要找醫生幫忙 對 譬如有一次已經知道 那天有了 然後你再驗一次 那中途你會不會去做 那你當時都這麼擔心這件事 你還會不會去做 那你不說 說了還要做 還要做 對, 還要做 如果是漸漸格格的 就像你所說 走出去還要滾 那些人該死 踩死他就算了 如果他是OK的 還是很好的 可能做義工 那樣 我覺得這些人都不錯 都不錯 雖然他是做錯了 可能不是他錯的 有時候 不會… 當然是不會 不用扭開 怎麼說 你們會想這件事 你們當然想到很多事 又會做 但我是女生 怎麼說 很少會想這些事 基本上沒有可能 對 又會沒可能 如果你有需要 你突然有個需要 你避免我的話 你學了什麼 原來我會驗真點 驗多兩次 也是有的 那就加續 我會自卑 因為我也會 極度自卑 我會 這是你怎麼看性這件事 我覺得很實在 你覺得它是甚麼 你只是用來開心 你當然會覺得 好, 有一醫 那甚麼事都沒有 那我當然慢慢去… 去搞 你性是一個比愛更高的階段 我覺得不會… 始終都不會這麼隨便… 不會亂來 那年輕人 他們有不安全的性後患的時候 通常他們最多只會擔心意外懷孕 或者有些人會擔心有性病 那他們是好笑… 不會想到愛滋病和自己有關係 但其實… 愛滋病是一個通過行為而感染的病 無論你是成年人也好 你是年輕人也好 只要你是有一個不安全的性行為 這樣的話 你就會有機會被感染愛滋病 愛滋病的預防工作做得有效的話 最重要的一定要做深化教育 因為那個年輕人有機會 說自己的事 問他自己的問題 分享自己的故事 然後他可能有機會哭 有機會笑 他有感動 這樣的話 他才會改變他的行為 甚至影響他的朋友 好, 坐下這個 好, 最後一個 現在如果有選擇讓他去死 你立刻去死 看看後面那些 上位 中間那些不要動 同性戀者 如果不知道, 沒甚麼所謂 怕甚麼是同性戀者 你不搞他就行了 同性戀者始終會有社會問題 我是男生, 不會做 但如果是我, 我想去死 你不想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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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血有病的愛滋病學生 走了甚麼步 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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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去死 可是我不會看過